收工了 没想到吧 我经常瞒到两三点钟 现在就带你们来看一下 夜晚的行李都是什么样的 终于到家了 但是还不能马上脱下 我去卸妆 睡前不卸妆早起老十岁 给你们录一个正确的卸妆方法 第一步一定是用干手 我们选一种卸妆秘好 然后还跟回卸妆油 然后打圈绒妆 等脸上彩妆容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洗脸 把手打湿 用手上的水先去乳化一会儿 再冲洗干净 追求的就是一个又快又干净 因为我是混油皮 洗完脸的时候就会很怕紧绷感 然后还有油糊脸的感觉 但这个就不会 美美护个肤 秒睡 起床做拉伸可以快速醒过来 经常做保持好的体态 开工前化一个维俗眼妆 适合出门好看又想睡眼睛的你们 还我 直接选延展性和粉质细腻的粉底液 不卡粉这样分区上粉底液 适合大部分想要轻薄又坚固直妆的你们哦 妆效真的绝了 天生皮肤就这么好的感觉 一点都不安全 打完底妆用比较肉色的粘液 加一点点塞子 这样混合一下 放在你的妆眼皮这里 妆会带一层阴影 眉毛稀缺的宝宝可以天天的勾一些 在你觉得缺的地方 咦 咦 哎快就我猜猜的出来了 随便涂一个润唇膏 或者是带颜色的一个小唇膏 就可以出门了 是不是很简单 画好了我们就开工吧